指揮中心最新統計 國內已經有三十起的長照機構 確診事件 而其中最新的一起是在新北市土城 一家養護中心 爆發了群聚感染 已經造成三十三個人確診 還有一位九十九歲的老太太不幸過世 長照機構的高風險令人擔憂 二號的新北市校正回歸一百一十五例 新增本土個案一百九十五例 新北市長侯友宜認為案例暴增的主因 在於土城某養護中心爆發群聚感染 因為五月二十八號中心內 有一名長者發燒送醫確診 立即全面篩檢 結果三十八位住民裡 有二十五位陽性確診 其中一人死亡 十三名工作人員裡 有八名陽性確診 而死亡的個案是一名九十九歲的女性長者 即使養護中心已經緊急清空 仍然無法平息附近民眾的擔憂 侯友宜也特別注意林口三峽 瑞芳永和細紙英哥等六區的風險上升 而原本板橋中和三重新莊新墊永和土城 不只是重點熱區 在細分高中低風險區裡 重熱裡總共有七區二十八里 要加強防疫措施 包括呼籲里民儘速快篩 市場加強人流管制 非必要不外出 非必要民生場所暫停營業 加強環境傾銷頻率 里將廣播高頻率巡查以及勸導 這二十八個里 我們的名單不會公佈 因為避免被標籤化 侯友宜強調 面對仁南嚴峻的疫情 新北沒有樂觀的權力 同時再向中央喊話 讓民間團體的捐贈國際認證疫苗 快速審查通過 提早達到全國群體免疫 絕對可以挽回更多生命 記者 新北市綜合報導